歡迎收看 導演好了沒 我是尤佛希 今天要講一個比較大眾能接受的 有關車子的話題 如果說你二十出歲 你存到了第一桶金 你想要買跑車 那你應該要入手哪一款 我們今天就來推薦幾款 那像CLA45它算跑車嗎 它的馬力也有到360、380匹 那它到底算不算跑車 所以跑車的第一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以比較Local的講法 就是有外型 外型好看就算跑車 我就找這幾款來推薦給大家 好不好 我們在這個停車場有看到這台 Mini Coober 我不知道在大家的印象中 Mini Coober算不算跑車 你覺得算嗎 看車型 小豪總說覺得看車型 那對我來說啦 我覺得Mini Coober算是女生開的高檔車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說年輕人 如果你想要入手這台 其實也很容易 它這台車就大概落在80萬左右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有百萬內的車 其實你如果想要選擇這種車型的 其實可以 因為它還算是會跑的車 如果你有比較高預算的觀眾 就千萬不要嘴 我們就是針對於20歲 21、22、23歲 如果存到了100萬甚至80萬 要選哪一種車好不好 那說真的啊 如果說跑車、性能車 像這種我就覺得是性能車 像這種Subaru 它就是跑得快 但是我覺得它沒什麼外型 這是我個人覺得 但是它還是一個好車 我在買TT之前 我想買的一台車 是Nissan的車 它就是東京甩尾裡面 飄移王開的350力 剛好今天有 就是這台 我那時候覺得它非常的帥氣啦 但是後來人家推薦說 它其實已經快要退役了 因為畢竟它的自然進氣啦 然後加上它的稀稀數大 所以你的那種燃料、牌照稅 可能是會比較貴 但是我之前真的很喜歡這一台 因為 我有一個好朋友、好姐妹 子涵 它一開始就是 買了這台350力 然後聽說也蠻快的啦 然後它的駕駛樂趣也不錯 但是我沒有實際開過 但是這台車大概落在 四、五十萬就買得到囉 大家 你有沒有覺得說 像這種外型厲害的 好像都要破百 但其實它就真的只有 四、五十萬左右 如果好一點的 大概六、七十啦 但是現在比較少那種價錢了 那今天呢 除了讓大家看一下那個停車場的車 重點是 我的好朋友 蔡董 在那個新莊隊有開一個騎盛車業 我們今天就來借用它的場景 因為它裡面有蠻多 我今天需要拍到的 比較的車款 然後帶大家去看看 OK我已經到我好朋友的店裡來了 它這個在新莊啦 然後地址在這個地方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一下 今天要拍攝的車款就是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車型 來我們直接到前面 大家都知道我一開始入門的跑車是奧迪的TT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奧迪TT 只不過很可惜的 我今天要推薦的是MK2 但是今天這邊是MK3 所以 預算高一點可以選擇MK3 就是它的TT三代 其實小跑車有很多種 就像B&W D4 奧迪TT 福特野馬 雪佛蘭的大黃蜂 但是我覺得性價比最高的 個人覺得就是奧迪TT了 這一台是MK3啦 但我今天推薦給大家的MK2 因為它的價錢就是落在150內 它的新車價也是非常的可怕 然後你要買到100萬內的也有 就是MK2的系列 為什麼我會說它的性價比高呢 它是雙門 然後四人座 它後座空間幾乎是只能容納小朋友而已 但是它非常的省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它的全車鋁合金 然後車身輕 從台北到台中來回這樣 我還有半缸油耶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我覺得很讚 它其實有一個空間我很喜歡啊 它的空間就是它的後車廂空間 這麼貴的車竟然沒有油壓 來 你看 它的後車廂空間其實是 你要知道它還有後面的兩人座 其實成人座是非常不舒服的 它置物空間是OK的 TT它就是一個小跑車 它的駕駛樂趣非常有 如果說你在花點錢 改裝一點點排氣管啊 那種換檔的 那種回火身是非常的好聽 因為自己就有買過了 所以有體驗過 欸 是不是看到一台 馬莎拉蒂 馬莎拉蒂 如果說你有一點預算的話 欸其實可以選擇喔 在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馬莎的價錢不如從前了 欸但是它還是一個有品牌的 那像這一台 我初估大概是160 那如果說你有多一點的錢 想要貸款再多貸個50萬 那你可以買這台 至少裝逼可以 來我們去看一個 我覺得 入門這種小跑車 然後你可以 有Sense的一台車 沒錯在我身後的 就是這一台 美國肌肉車到齊 就是我們馮理所 馮老大開過的車好不好 這台車如果說 你認真的去找的話 大概110、120是找得到的 欸只是超標100萬 大概120萬 其實貸款都貸得過啦 這種車我覺得不是裝逼 它是一種品味的問題 但是有些人就會去泡你說 欸為什麼要買這種車啊 難養啊 稀稀素大啊 然後難維修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買車是你的 是你管別人怎麼講 這個地方 是我覺得它最經典 最帥的地方 這是它的外觀啊 然後它就是一種 美式肌肉的感覺 我們從側面看 那種流線型 就是非常的獨特 室內 我覺得它最經典的 就是可能 就是它的T字排檔 大家是不是很少在網路上面 看過人家開箱到齊 今天就是打開這扇車門 讓大家看看它內裝上的如何 哎呀 哇塞 然後我們看一下裡面齁 T字排檔感 它雖然是已經比較現代的樣子 最以前 我們在電影上面看到的 就是那種 都是金屬的樣子 就是這樣拉的 那種T竿的感覺 那種T竿的感覺 在15年前的到期 就是那種 最傳統我們電影上面看到的 那種T字竿排檔 超帥 像這種車我是覺得 它不是開裝備 人家會覺得你很有Sense 但是這是我個人的主觀 那大家如果說 有一點點超標的預算 其實可以買這台車 當然會比較難養一點 但是如果說你愛車 你當然是願意犧牲啊 就像有些狗難養 但是你偏要養 小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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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這台車類似的 就是野馬 大黃蜂 如果說既然你都要買這種 美式肌肉車 那我覺得乾脆買這一台 剛剛說的大黃蜂啊 或是野馬 它的價錢也大概在百來萬 所以如果是我啦 我會選擇這一台 更有品味 說真的野馬 就是千金萬馬 那大黃蜂 它好像沒那麼有質感啊 我個人覺得 但是當然是大黃蜂 還是有讓一些車迷 是為之瘋狂 畢竟它就是拍過變形金剛嘛 然後這台車是有經過一些改裝 它還有改這個遠程啟動 欸 可以啊 可以啊 它這個地方真的是太帥了 那我們現在在路上長廊會看到一些外巴 可能是K8 也可能是馬自達 都沒有美式肌肉車改起來的有味道 各位我跟你講 我知道會有很多懂車的人 在看這支影片想要嘴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那種年輕人 懵懂無知 然後有了錢 想要買這台跑車 這個見仁見智 請問後面那台車是在衝髒 體力蹲下是不是 自己喜歡什麼車 就是堅持就對了 不用管別人怎麼想 你買車不用去問人家 你可以聽人家的建議 但是不要被人家牽著鼻子中 OK各位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那其實我朋友菜董這間店 其實不只這些車款 像我身後都是有那種 也是百來萬的車 像這一台 Evo 128萬 然後像這一台 一兩百 一百二十萬 都是在百來萬 像如果說有比較品牌迷思的 可以選擇保時捷的 Cank這邊都有 你看我們菜董 多有Sense 他在這邊還安裝了公共電話 這個就是跟特斯拉同規格的 都可以來這邊衝 但是會有人來這邊衝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是多此一舉的設計 沒有開玩笑 菜董不要生氣 畢竟我沒有接觸到電動車 好最後跟大家講 很多人都說 存錢 第一個先買房子 再買車子 狗屁 這些大道理 大家都知道 你明明知道好好讀書 以後會有好工作 你為什麼不好好讀書 這個東西就見仁見智 對不對 但是說真的 現在房子不好買 那對於我來說 活在當下好不好 即時行樂 如果這代步工具 對你是有幫助的 它就不是負債囉 對你有幫助的話 它就是一個 有生產價值的一個工具 這些都是帶給你 額外的一些財富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 歡迎訂閱按讚加分享 加上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如果說你有100萬 你會選擇哪一種跑車呢 好不好我們下一集再介紹 其他的迷思 就像我一剛開始說到了 開Mini Cooper的男生 真的都是娘泡嗎 有沒有興趣 在底下留言 掰掰